在台湾台中市有这样一家餐厅 从后厨料理到餐厅服务再到前台接待 都是由13位55岁到70岁的长者完成 老人们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 以不老时光的这一招牌吸引了许多客人光顾 日前 记者来到不老时光餐厅 用镜头记录下老人们的日常工作场景 早上9点 负责长厨的长者 开始在后厨做起准备工作 宅菜 洗菜 准备食材 对这些银发族而言 工作的时间忙碌且充实 我的尽量就是把我自己比较专长的部分 发挥出来 我会每天都很开心的来上班 然后把笑容带给我们的客人 然后他们都会很感受到我们的温暖这样子 这就是我觉得我来这里的最大贡献吧 我们年纪这么大 大家能来这里工作觉得好幸福 我每天要出门 我都觉得好开心 对啊 年纪这么大了 有人还要用你 表示我自己 还有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当天 不老时光餐厅推出了主菜 芋头烧猪 这是65岁的员工郑秀凤最为擅长的料理 从在家赴门到重返职场 他说自己现在的生活步调与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只有上五个半小时 所以我大部分是上下午班 早上还是可以睡到自然醒 然后家里摸一摸 差不多可以出门上班了 对 就是每天会觉得很充实地安排到每一个时间点 除了13位平均62岁的长者 餐厅里还有四名年轻人 在日常经营 活动企划等方面进行协助 为了帮助长者重返职场 找回生命价值 从2016年开始 不老时光餐厅负责人陈姿婷 与老人们一起共事 三年多的时间 他也逐渐摸索出许多相处技巧 鼓励多于责备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 我觉得在做高龄就业的这个管理上 一个很重要的小技巧 对 因为他们都是长者 那多半也蛮在乎自己的面子的 那所以就是多鼓励他们 就是看到他们好的 就是要大力的称赞 那看到他们不好的 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去 让他们可以理解 但是又不伤了他们的心这样子 那我们老人家 我们都六七十岁了 毕竟有很多执着的地方 那因为来这里以后 我觉得我们都把自己的身段都变柔软了 然后个性上啊 而且就像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我们都努力了在学习当中 陈自廷直言 与如此多的高龄者共同经营餐厅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也把过程中遇到的难关 形容成是打怪的过程 这个房子本身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建筑 所以它我们进来的时候 它有漏水加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修复这个历史建筑 就是其实这三年 我觉得这三年来 它一直有很多的议题 是需要一个一个去处理的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很难 但是也很有意思 觉得到底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完成这件事情这样子 布老时光餐厅 由昔日台中市市长公馆变身而来 在一个历史建筑的空间里 让银发族就业这个高龄议题 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陈自廷说 这是他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我们希望这个空间 可以是让大家无感地走进来 就纯粹可能觉得好奇 或者说漂亮走进来 可是你会有感地走出去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 在被服务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接触了这些 很热情的爷爷奶奶们 然后他提供给你的食物到服务 甚至跟你的交流 都让你觉得很有温度 对啊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很想要 去创造出来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